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来自财新的一条消息 日本新天皇举行即位大典 王岐山等一百八十三国代表出席 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文章介绍说10月22日 日本在东京的皇居举行了向日本国内外宣告新天皇继位的即位理政殿之礼 这也是自今年五月一日元天皇名人退位 新天皇德仁接任以来一系列即位庆典中的最隆重环节 除了日本国内贵宾之外 还有一百八十三个国家代表都出席致贺 中国方面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代表出席 英国则有二十九年前就参加过名人天皇即位大理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 出席本次的德仁天皇即位大理 但查尔斯这次是单独出行 并没有携妻子卡米拉随行 这一点呢与查尔斯在二十九年前 与如今已经顽固的戴安娜王妃一同前往不同 在美国方面是由美国交通运输部长赵小兰代表美国政府出席 而二十九年前名人天皇即位的时候 美国则是由时任副总统奎尔代表出席 从日本时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正午十二时开始的仪式上 五月一日已宣告结尾的德仁天皇 在日本皇居正殿松枝间内登上比地面高出一点三米的高玉座 向海内外宣布正式即位 而皇后雅子则登上一旁高度略低的御仗台内 举行这一点礼是德仁头戴天皇专属的高音官 身穿自平安时代以来就作为天皇礼服的褐色黄礼帽 这一服色象征着太阳升到顶点式的颜色 而皇后雅子则身着纯白的十二单礼服 发型采用大垂发 此外作为皇储的天皇德仁的弟弟邱小公 也穿着皇储专用的黄中透红的礼袍出席 一在五月一日退位的日本上皇宁人 还有上皇后夫妇则因不再执行公务 而未出席十月二十二日的即位典礼 德仁在典礼上所登上的是高玉座 这是一九一五年大政天皇即位时制作的 总高度大概是六点五米 重量大概是八吨 而高玉座里的平台上则放置着历代天皇相传的三种神器 包括天从云剑的复制品 八户穷钩玉和天皇在公务时使用的印章玉玺 以及代表日本国家的印章国玺 在庆典会场则布置着秀有万岁字样的万岁番 以及其他红白蓝黄等一共二十六面齐番 齐番上有秀着太阳和月亮 有的则秀着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纹饰 会场中还有日本宫内厅的官员身穿传统的五官官服 手持长刀弓盾等武器为现场增加威仪感 站在高于座内得人手持诏书向海内外发言道 此前我遵循日本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特立法的规定继承皇位 再次举行即位礼征殿之礼 向日本国内外宣告即位 等人说上皇陛下三十多年在位期间 始终祈愿国民幸福和世界和平 无论何时都与国民苦乐与共身体力行地展示其内心 我对此再次深切感念 在此我立誓在始终祈愿国民幸福和世界和平 贴近国民的同时遵循宪法 作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履行职责 德人还说 殷切希望通过国民的睿智和不懈努力 我国将进一步实现发展 为国际社会的友好与和平 人类的福祉与繁荣做出贡献 安倍还表示 对于德人天皇在即位讲话中回顾名人天皇在位期间的历程 并自诩作为日本国与国民统和象征 促进国际友好和平等想法深受感动 并再次抱有敬爱之情 安倍说我们国民一起把天皇陛下 尊为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和的象征 再次决心为了创造出和平且充满希望的 值得自豪的日本的辉煌未来 以及为了在人们美好的贴近心灵的环境下 创造孕育文化的时代将近最大努力 知何末尾安倍说到 祝愿令和时代平安以及天皇陛下繁荣昌盛 出席典礼的官吏贵宾人数约为两千人 其中八成来自日本国内 包括皇族元皇族内阁成员国会议员 还有地方政府首长以及著名运动员等 海外贵宾则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韩国总理李洛渊 美国交通运输部长赵小兰 泰国总理巴裕等各国代表 来自全球王室的祝贺者 除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之外 还有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夫妇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十夫妇 不当国王望楚克夫妇等 早些时候日本政府还决定配合极为大典 实施政令恩赦 受贿对象大概有五十五万人 但此次恩赦不包括大赦和减刑 只有对公民被剥夺权利的负权 从五十五万社会者的犯罪种类看 违反交通道路法的约占三分之二 同时还包括违反公职选举法的 因此也有批评声音称 这是一次政治恩赦 十月二十二日当晚还将举行庆祝宴会 响宴之谊 主会场是皇宫中最宽敞的房间 封银殿 外国政要与日本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首长都计划出席 由于宾客众多 除了十月二十二日当晚 响宴之谊还会在其他三天继续举行 不过原定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东京举行的天皇即位庆祝巡游 祝贺欲猎之谊 则因日本多地受台风海贝斯的严重灾情影响 而被推迟至十一月十日举行 王岐山此次访问日本除了在东京参加天皇即位大典之外 还将赴北海道访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月二十一日表示 中日互为依依带水的重要近邻 今年六月习近平主席赴日本出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其间同安倍首相举行会晤 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双方愿意日放共同努力 通过王岐山副主席此行继续保持两国高层交往势头 推进中日两国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 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 当天的登机大典上 美联社拍到王岐山与赵小兰交谈 长达数分钟 而此前赵小兰被指涉嫌与中国有不当的商业往来 而备受外界关注 根据纽约时报早前九月十六日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 当天正式要求赵小兰提交与其家族航运公司福茂集团 进行联络的相关文件 以进一步调查他是否不当的 为自己的家族航运公司谋求利益 对此美国交通部发布声明称 将对众议院调查人员的相关要求做出回应 但同时表明该委员会的有关指控都是不合理的 这些报道只是试图破坏他长期以来的公共服务生涯罢了 声明还提到 虽然交通部确实曾经主张削减某些海事项目的拨款资金 但总体而言还是增加了美国海事支出 并不存在削弱美国海军以壮大中国所谓的言论 报道还称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向赵小兰发送了十八个不同的文件和信息置评要求 其中包括要求赵小兰提供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以来 自己或任何交通部人员与其父亲 以及福茂集团现CEO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之间所有的通信文件副本 而纽约时报此前曾于六月三日发表过一篇关于赵小兰的文章 暗示其以权谋私并且损害美国利益 文章重点提及了赵小兰家族还有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史 以及家族如何与中国政商界建立了密切关系 其中赵小兰的父亲赵希成曾获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接见 并且与江泽民是校友 跟北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而她的妹妹赵安吉不但在华经营业务 还曾经担任一家中国军工企业的董事等等 文章似乎是发出了这样的暗示信号 赵小兰与中国官方有不当的生意往来 在中美全面竞争的大环境下 纽约时报的报道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对此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六月三日披露一段视频 内容为赵小兰与其丈夫 也就是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反驳纽约时报报道 麦康奈尔表示这篇文章漏洞百出 他们认为纽约时报所指赵小兰访华前 要求安排家属一同前往的报道并不属实 访问也并未成形 而对于纽约时报声称麦康奈尔从其岳父那里 获得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礼物 作为竞选经费 福克斯电视说麦康奈尔承认这笔礼物的合法性 并且感谢来自赵小兰家庭的支持 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CNBC的一条消息 跟二零二二年北京冬奥会相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介绍说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对CNBC表示 我们不应该在北京举办二零二二年冬奥会 奥运会本来是定于二零二二年二月 在北京及其周边城镇举行的 斯科特所这样讲的原因是北京与NBA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里尔莫雷 在一条已被删除的推文中表示支持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 这种紧张关系就开始了 尽管被莫雷迅速删除并表示道歉 但是这样一条推文仍然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们是不是要告诉所有的运动员 他们不能对习近平主席说三道四 斯科特这样问道 NBA的中国合作伙伴宣布已终止与联盟的关系 而NBA的总裁萧华表示 这样的一个事情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失 上周五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表示 萧华因为中国要他解雇莫雷的言论而面临迟早的报应 中国拒绝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香港的抗议活动升级 这是对现在已经撤回的引渡法案的回应 而斯科特表示 在你成为一个尊重人权和尊重你所同意的事情的合法国家之前 我们将停止与你做生意 他还呼吁美国消费者停止购买中国商品 斯科特是川普总统的关键盟友 过去曾批评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其人权记录 目前两国仍陷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 这一位参议员表示 人权对我们美国很重要 那里没有人权 他们正试图将人权从中国还有香港带走 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彭博的一条消息 文章说全球指数提供商MSCI 一直在反击美国参议员卢比奥的批评 即该指数将数十亿美国人的投资资金转移到与侵犯人权 还有国家安全威胁相关的中国公司上 MSCI的首席执行官亨利 菲尔南德斯在彭博社看到的一封信中表示 目前美国没有法律或者法规禁止指数公司创建 包含中国A股的指数 或者禁止美国投资者在中国A股市场交易 而中国A股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买卖 菲尔南德斯在回应卢比奥关于该指数组成的问题时写道 纳入并非基于关于公司内在价值或基本做法的主观判断 而是基于公司规模和流动性等标准化属性 MSCI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回应 是因为佛罗里达公和党人发布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该指数提供商解释 为何自去年以来将数百个中国股票加入其基准新型市场指数 然后在今年又加大了对这些指数的比重 指数中的一些股票 比如杭州海康威视最近已经被列入阻止与美国公司开展业务的美国黑名单 而鲁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 像海康威视这样的公司与中国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有所牵连 并且在商务部的禁止实体名单上 也可以通过MSCI指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我将继续以两党的方式与同事合作 以确保美国投资者的养老金领取者不面临风险 MSCI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鲁比奥对MSCI施加的压力是美国议员开展的一项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 这样一项运动旨在减缓从美国投资基金流入中国公司的资金外流 此举是在两国之间持续进行的贸易战中开始进行的 这促使美国官员对流入中国的金钱进行更多的审查 而美国证券协会首行直席官克里斯艾克维拉表示 MSCI的回应未能解决卢比奥为保护美国投资者而提出的担忧 卢比奥领导了一群两党立法者 他们主张对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 并且加大对中国公司对股指还有美国养老基金的审查力度 他还提出了一项立法 如果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会计惯例 还有其他的法律可以将其从美国交易所中除名 而白宫一直在与卢比奥保持联系 讨论其对此事的看法 但是立法在国会的支持前景尚不清楚 MSCI的信同意了卢比奥的意见 也就是投资者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投资 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 该公司会特别提及中国的不同的会计准则 并将中国定为专制政权 但卢比奥的发言人说参议院办公室在本月初才收到了这封信 MSCI的首行指数官对MSCI所提供的被动指数基金 还有主动资产管理人进行区分 MSCI表示除了作为投资基准之外 MSCI还称即指数被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使用 并告诫要求该指数不包括某些股票 将严重限制理解和评估全球市场的能力 卢比奥今年早些时候对彭博社表示 他不是在提倡全面禁止美国对华投资 而是希望一个监管机构以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为模式 负责审查投资 该委员会最近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以限制中国对美国技术的收购 像MSCI这样的公司有义务确保投资者知道 他们的投资资金是不是在不经意间协助了中国窃取美国创新破坏公平竞争 增加对美国国家安全还有经济安全威胁有关的中国国有公司 并且支持中国的系统性和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卢比奥在六月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不再允许中国的专制政府从美国还有国际资本市场中获得收益 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花早报的一天报道 文章介绍说与美国的贸易战可能会不利的影响 中国为与空中客车公司还有波音公司竞争 而制造其第一家商用客机的努力 因为这可能会阻碍美国关键零部件 还有美国供应商在内地开展业务 这是极舰产品C919飞机设计者发出的警告 在中国国有商业飞机公司 也就是COMAC工作的杨志刚 坚决否认了上周发布的一份报道 报道称公司利用广泛的黑客手段和间谍手段 窃取技术来开发C919 呈这些指控荒谬还有根本不可能 但是如果贸易战继续下去 而美国将我们的供应商列入不可靠的实体名单 那肯定会影响我们 比如我们正在用GE的航空发动机 但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可以替代GE的发动机 杨志刚这样告诉南华早报 潜在的受影响者还有霍尼维尔国际公司 该公司为C919提供了很多组件 包括电器系统还有起落架等等 而中国官方媒体在7月建议禁止该公司 因为该公司的组件用于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的价值20亿美元的武器中的某些武器系统 北京方面对军售表示强烈反对 选定的供应商通常根据我们的要求对他们产品进行修改 如果选定的美国供应商需要用欧洲的甚至是中国的供应商来替代 那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杨志刚这样补充说 而对于我们的供应商来说 他们也有风险 因为贸易禁令可能迫使中国商费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 双引擎单通道的C919最多可以容纳168位乘客 旨在与波音737 MAX还有空中客车A320NIO竞争 而首架商用飞机定于2021年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 网络空间安全公司Crowstrike上周发布的报告谴责 中国商飞利用北京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江苏省局 窃取外国供应商的知识产权来加速C919的开发 而北京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首席技术官杨志刚说 像波音公司一样中国商飞是一家有很多供应商的制造商 比如我们从通用那里购买飞机发动机 我们只照顾飞机的整体 我们将要求提供给供应商 然后将提供的组件整合到飞机之中 如果您在谈论特定系统的特定组件 那么通常是供应商来设计和制造 而不是我们亲自来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基本上遵循波音公司所做的事情 我们将飞机设计为一个整体 然后依靠供应商来实现它 杨志刚承认 COMAC并没有完全从头开始制造C919 而是依照现有的技术和供应商 他在浙江乌镇举行的中国互联网大会间隙 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要获得一件新的家傲 人们一般不会从种植棉花开始 杨志刚的评论标志着中国商黑对CROUND STRIKE报告的第一次直接回应 报告称中国使用了混合来自中国地下黑客 国家安全部官员公司内部人员还有国家指令 来填充关键技术的手法 而CROUND STRIKE的报告还声称 中国间谍机构江苏省委派了两名官员来领导这项技术的获取工作 其中有一个专门负责黑客攻击 由许愿军领导的另外一个人的任务 是从外国的航空公司内部招聘工人 许愿军也被划名为曲辉或者是张辉 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在比利时当局的协助下因间谍罪而被引渡到美国 他于去年十月认罪 目前仍在俄亥俄羁押中 得待审判 而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施加贸易政策压力 并指控美国公司知识产权被盗 而中国也在考虑实施对等的贸易黑名单 在之前的华尔街网报中 我们为您介绍过 以德纳瓦罗曾经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人物 今天中国的外交部居然对此做出了回应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说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虚构的反华经济学家 这让世界感到震惊 他补充说基于谎言制定政策是荒谬而危险的 高等教育机事上周报道说 纳瓦罗发明并且引用了一位叫做罗恩瓦拉的经济学家 据说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教授莫里斯林姆的说法 瓦拉的名字曾经在纳瓦罗的六本非虚构类书记中出现过十二次 但是现实中却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纳瓦罗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使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多年来一直的一个异想天开的文学手法 也是化名用于表达纯粹是娱乐价值 而不是事实的来源 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国际社会对这样的报道感到震惊和错愕 他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编造和兜售谎言 甚至根据谎言制定政策不仅荒谬 而且极其危险 这不仅会影响和威胁正常的国际关系和秩序 而且从长远来看 他将最终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还补充说 美国以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方面 并且继续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编造谎言 华春莹说 我们希望美国某些人能够尽快恢复理性 必须仔细甄选美国某些人试图兜售的某些观点或者论点 美国和中国陷入贸易战已经一年多了 中国的官方媒体尽管通常经常不是中国政府 一再批评纳瓦罗 因为他的主张 目前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对彼此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 征收了惩杂性关税 这扰乱了金融市场并威胁全球增长 然而双方都试图设法解决争端 美国宣布与中国就贸易事项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并将暂停原定于十月份进行的关税上调 最后再来看到有关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来自财新网 文章介绍说 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公告 称将从十月三十一日开始 对中国三千亿美元加征关税清单启动排除程序 根据消息自从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美国利害关系方可以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排除申请 需要提供的信息 包括有关产品的可替代性 是否被征收过反倾销反补贴税 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会与中国制造二零二五等产业政策相关等等 如果排除申请得到批准 那么自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起 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可以追溯往返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且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